吉安厢圣南宫天上圣母及阿嬷3号举行了庆占中原普渡拔剑法会 今年度新增了拔剑超渡堂上历代九玄七主指定亡魂 花莲县境内无四孤魂还有四生六道等 聘请了花莲圣玄堂维玄道坛长主行法事 祈求花莲核心平安 花莲县吉安厢圣南宫天上圣母及阿嬷 预行鼓励每年农历7月初六也就是国立的8月3号 举行庆占中原普渡拔剑法会 新来许中卫在吉安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征的陪同之下 举行道教科宜 并且行三县吉礼以虔诚的心来祈求花莲核心平安 花莲圣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征表示 今年度新增拔剑超渡堂山历代九玄七主 指定王者原勤载主英灵地基主 为国坚区降世 本境五世孤魂以及世生六道等 本年度聘请花莲圣贤堂 维道坛真罗显道长主行法会 祈求花莲核心平安 每年都在我们的7月6号 那今年也是一样寻求王力 那特别寻求这个特别 这个妈祖降价指示 天上圣母指示 那我们要针对这个太鲁阁号罹难的 四十九位的这个王魂来做超渡 之外那也针对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些 这个罹难者 那这边也是一并的引魂过来做 来做这个超渡来这边听经文法 因为我们一年一次的这个中原普渡 我们每年都有三次的普渡法会 那尤其这个中原是中原的普渡法会 是最为盛大 那也也请了我们这个玄威道坛的道长 来做这个科宜 正式的一个道教的科宜 那希望借由这些这个来科宜送经 来能够抚慰这些亡灵的一些 抚慰这些亡灵罹难者的亡魂 那希望能够早日这个离苦得乐 能够得到这个这个永生超脱 那最重要的还是 感谢我们这个欢迎县的徐县长 特别历临我们圣南宫 来做这个开箱的仪式 那在这边代表圣南宫也特别的感谢 那欢迎大家都能够力领我们圣南宫 都可以来这个欢迎有空都可以来 来拜拜来做来泡茶 欢迎大家 那也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吴建制表示 吉安玛特别指示 除了办理中原普渡之外 增加了太陆格事件的 罹难者 韩兴冠肺炎的王者进行超度 希望来为借王林安抚 王魂离苦极乐 有相当多的信徒 一起来参拜祭祀 希望透过法会的活动办理 祈求花莲合金平安 吉利中一间相当